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届亚运会中 由于亚运会比赛与世锦赛运期重叠 所以中国女排紧接只是怕出了二队争战 最终在那次敌亚运会比赛中 中国女排最终不敌韩国 成为韩国女排时隔多年后重夺冠军背景的同时 也未能完成中国女排的接连未免任务 而对于今年的亚运会 由于与世锦赛相差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次的两届赛事并不冲突 甚至由于相隔时间较近 亚运会还成了世锦赛的一个绝佳练兵场 再加上为报上一届赛事强冠之仇 所以这次敌亚运会比赛 中国女排不仅主力的悉数参赛 第二 郎岛更是亲自带队参加 而对于中国女排如此的兴师动众 未免冠军韩国女排也是分外关注 在今天韩国媒体就以中国女排一队参加亚运会比赛进行了报道 文章中指出 韩国女排希望未免 但预计将有危险 不过韩国女排的夺金目标也并没有改变 在刚刚结束的试联赛女排赛事中 中国女排曾经在首个周期的比赛中 于今阮景带领的韩国女排分在一个小组 当时中国女排虽然缺少了朱婷等绝队主力 但李莹莹 刘晓彤等常规主力野军 在场上 最终中国女排领导三双韩国女排林峰 迎来了试联赛的首长败季 当然 一场比赛说明不了什么 再加上试联赛中国女排以列宾为主 再加上对战朱婷的确证 并非中国女排的真实实力 再加上经过试联赛的磨练 昔日在比赛中偏刻严重的李莹莹 也已经在朗岛的培养下 变得越来越成熟和自信 而试联赛后 中国女排野队球队中薄弱的一传和二传位置进行了加烈 再加上曾陈磊的回归 可以说征战亚运会的这只中国女排 早已预备轮赛场上的那只女排不在一个水平了 当然 这次的比赛 中国女排同样不可掉以轻心 毕竟在金软景的带领下 韩国几名年轻小将实力不足 再加上从试联赛开始 韩国女排就苦苦磨练一套阵容 阵容却和赌和默契度都要好于中国女排 所以虽然中国女排实力在对手之上 但在比赛中 也应发挥出王狗和进攻优势 将对手一击致命 千万不能让对手有还口气的机会 否则指着韩国女排有实力为中国女排制造麻烦 航路 1 18 1 20 19 20